今天令人值得开心的这件事情就是 雄鹰报告北京收到 大家今天有没有听直播呢 昌恩六号返回地球了 然后呢其实啊在这个过程之前 大家都一直在关注着在微博上 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呢他也有预告 说地球的朋友准备好接收月球快递了吗 月球土特产正在派送中 地球的小伙伴请注意查收 哇结果你知道今天呢 后来啊整个媒体都在做这个直播 全程观看众所瞩目 于是呼在5月3号发射这个嫦娥 6月25号的今天他回来了 完成了53天的任务 也带回了相当珍贵的月壤 那我们也看到在今天 哇你看就刚刚我在说 预计要在这个时间着陆 他就在2点07分这个时间的范围之内着陆了 而且也直接之前就在讲 就是在内蒙的这个四子王旗着陆场着陆 结果也准准的就在这个地方着陆了 要在哪着陆什么地点准 时间也准 为什么赖老师他可以如此的精准完成了这项任务呢 这代表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 他们实在是太厉害了 他们把整个嫦娥的所有的情况 掌控的非常的准确 而且不要用的是 不要忘了是用宇宙时间 中国很早就开始定位宇宙时间了 目前来讲是世界里先 这一次着陆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预估之准 因为就在完全在这个期限之内 因为原本就估计是在2点10分之前内 一定会到 然后但是因为当地的一个气象 有的时候都会有突然间来的暴风雨 或者是突然间来的强风 那所以还一直在观测 后来一直显示说 目前的情况还可以 气象还可以 然后看起来就准时的 那么就重返大气层 然后就进来了 我觉得当进来的时候 全世界全球的媒体都高度关注 你看CNN在第一时间立刻报导 对 这个就代表什么呢 马上发快报 对马上用快报 因为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创举之一 为什么因为过去从来没有过 从月球的背面的南极 把这个土地把月亮采回来 而且呢如此的精准 然后如此的安全 如此的可靠 我相信很多的法国的这些科学家 意大利的科学家 其实他们也内心里面 还有欧盟的太空局 他们都非常的雀跃 因为带回来的太多的数据 都需要这些科学家 来一个一个破解 我觉得实在是太宝贵了 尤其是越南 因为这次的越南 听说有非常多 非常多 非常珍贵的越南 谁要那么准 其实说真的 这里面有很多的黑科技 当然其中呢 包括像是北斗 你要靠北斗怎么样 定位 要去定位它 还有定时 对 而且还有什么 还有直升机啊 利将军 是 那直升机动作也很快 一下子就过去了 我们都还没有看清楚 他马上就过去了 他一着陆 然后你就看到 好像大家早就已经都准备好了 就定位 然后就过去 要希望能够赶快 让这个越南 能够赶快到 送到北京去开箱 好 那我就要先请教一下 这个利将军了 当然也欢迎我们线上的网友们 大家一起来表达一下 你对于今天这件事情的看法 那刚才我在说这一次呢 其实不仅仅是像刚才我们在讲的 就是有这个直升机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这个U8 好 U8的这个车队 大家有看到吗 比亚迪的这个仰望的登月保障车队 出动 接嫦娥6号回家 因为它其实呢 是中国航天局征召了八辆 好这个车豪华SUV 然后呢派上用场了 连这个比亚迪都感到为之振奋 你看他这个上面写的大大的登月 这两个字有没有 这个车队就出动了 赶紧就出动 好这个是登月保障车队 那么呢在这一次我们看到 这究竟里面是集结了多少人的努力 大家共同完成的任务 我特别想说这个U8 比亚迪的车 这个去接这一科嫦娥6妹 还以为他老六 六妹 六妹回来 其实是很振奋人心的一件事情 这代表什么呢 用U8去代表说是 我从出发到月球到回来到去接他 都整个所有的链条 全部都是中国自主的 就没有一个用你外国的 包括这个车辆都是 中国自己研发车辆去接 没有一样是外国的东西 所以这是在凸显 就是中国自己本身的 这个科技工程来讲的话 已经完全这样 那我是军人 我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 你看从月球到地面 这个降落地点居然可以这么准 这个时间 不管时间或地点可以这么准 那如果是飞弹呢 那就不得了了 那可以说是误差会更小 那这次来讲 我觉得为什么六妹去回来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就像是刚刚赖老师所讲的 因为这是采回来的土壤 特别不一样 其实人类去月球采长的土壤 已经有十次了 但是唯一一次 这是到月球的背面去 尤其它去的那个点叫什么 这个叫爱特肯盆地 那爱特肯盆地是一个 什么样的特殊 然后让这个六妹去那里 潜得特别重要 其实它是一个运石坑 是被撞的 但是这个直径 有到1300公里 那么大 那么大一个洞 那到底当初是什么样的一颗 卫星撞上去 撞上去 那升到13公里 13公里你看还有多深 假如说我们今天要探处 探看地球来讲 我们要挖到13公里之间 去取那个土壤来讲的话 才可以知道说 当初是什么样的 这个表面上面 到底是什么样的卫星 去撞到这颗月球表面上面 撞出那么大洞 第二个在月星上面来讲 它等于说已经 打到月球的地壳的下面了 所以这个土壤跟以前的 时事采集的土壤 是绝对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很特别一点 那你看看飞行那么远 那完全都是 只能用雀桥2号的这种 卫星来导引 然后让它不管是升空 接引 然后返回或降落 它这次降落也蛮特别的 以前我们看这个 我看美国的NASA 他们回来就是直接一个角度 就切下这个大气层就下来了 但是这次来讲的话 长河6号它降落 它不是一次就下来 它分两次 它先跟打水漂一样 打水漂 速度很快 那它用打水漂方式来减速 那减速以后 第二次再下来的时候 那时候降到每秒 只有7公里的这种速度 才开始下来 那下来到某一个高度的时候 然后才打开降落散 你不能太早打 也不能太晚打开 然后这降落散打开 可以这么精准地降到四王子 骑这个降落散 我觉得确实是 每一个每一分每一秒 都必须要算得很精准 50几天从发射开始 然后不管是速度 用的燃料 或者是时间上面 都要非常精准才可以做得到 对 确实不容易 所以因此在今天 我们也看到很快的 在完成了这项任务之后 第一时间我们也看到了 这是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他就制了贺电祝贺嫦娥6号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而且他也强调 这是建设航天强国 科技强国 又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确实大家都在期待 这一次的成果 因为很快的 就要针对这次采到的月壤 来开始做分析研究了 究竟这里面会挖到什么宝呢 好 我请教一下大钟老师 您看 其实在2020年12月17号 当时的嫦娥5号 他当时带回了1731克 月壤的样品 包括氦三以及嫦娥10 而氦三甚至都被认为 是一种未来能源 如果有100万吨氦三 就能为地球提供 1万年的清洁能源支撑 而这一次又要带回 什么的样品呢 那我相信不仅是 大家屏息以待 而且也是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 他们所期待的 老师 对 因为这个氦三其实很受大家的重视 因为在地表上地球的长量 运长量比较少 但是可能月球有很大的潜力 所以刚才荧幕上看到说 科学家认为说 假设未来有100万吨的氦三的话 也许可以为地球提供 1万年的清洁能源的支撑 所以这是很有潜力 那整体来看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 那老师那我补充一句 因为这氦三其实在地球上是非常之少 但是在月球上它是有的 对 所以也许我们的能源的问题 会不会哪一天是要靠月球来协助解决 也都不知道 是可能的这个解决的解方之一 但我觉得整体来看就是 中国大陆的探月的工程 它不是一天两天 它是一步一脚印了 大概走了至少走了20年 从04年温家宝定案之后 慢慢它其实有好几步 从无人探月目前这个阶段 未来载人登月 最后可能要到长久驻月 那在这无人探月里面 其实它也是好几个阶段 我们都称为是绕若回刊 绕先从能够在这个月表上 2000公里绕行 然后若降落到地球 然后回就是自动采集返回 这一步早就已经可以做到 那目前应该是在刊的阶段 就是要做个整体的这个探刊 为下一步做更多准备 所以这次长河6号 我觉得应该是举世瞩目 那又对比于一些 目前的美中战略竞争 我觉得在太空的科技里面 包括在无人探月里面 其实中国大陆已经取得 很长久的发展 而且大概都是靠自己 自立更深 不太仰赖其他 我再补充一点 因为我觉得刚刚我们有提到 因为它是在月球的背面 背面是刚刚丽将军有说 那是陨石撞击最多的一个地方 那陨石撞击最多的地方 尤其是选择这么大一个坑 所以它除了月朗 月朗的壳 那么也就是玄武岩 还有就是 还有其他的陨石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 采回来的东西 也就是月朗中 可以分析月朗的成分以外 还有那个玄武岩的壳的成分以外 也可能还会去分析到 别的陨石的这些成分 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对于整个我们对于地球 或是对宇宙的认识跟了解 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 还有有人说除了这个 您刚刚提到的这些以外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它有一种天然的 这个石墨烯 对那也是很珍贵的一个材料 我觉得目前来讲 月朗相当有可能 可能是我们在西土中 存分最高的 那也就是对于我们的地球的 所需要的各种东西 它可能可以满足 我们人类的很大的需求 对 所以今天其实当看到了 这一幕 就是它真的成功的降落了 这个图更大一些 降落在这里 然后这个外面 你还可以看到 它有经过3000度高温 燃烧的那种 灼黑的痕迹 对不对 但是月朗 却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就可以直接 再送回到北京去 然后经由实验室 都已经准备好了 马上来开始进行实验跟分析 确实是让人感到非常振奋 不过来 接下来要请教一下立将军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 我们要问的是 那美国呢 美国现在还有两个太空人 等着要回来 就是两个太空人 他们其实当时 做这个starliner 然后上太空 但是问题是 现在怎么办 一延再延 四度延后返航 那么本来是6月26号说要回程 但是现在又说 最快最快的话 可能也要等到7月2号了 不知道还会不会再延 结果你知道那个时候呢 大家还讲 6月13号当时 曾经就有这么一个讯息 说国际太空站 直播于台湾时间 13号6点30分 惊传放送事故 因为NASA直播频道 被插播一则 疑似为 什么医师指示太空人要急救了 等等了 这样的事情 那时候大家还在讨论 这到底是真还是假 结果现在网友就回头一看 就在想说 难不成当时太空站 是真的有什么事了吗 将军 我特别要说 其实中美之间太空的竞争 让我们不得不想起 2011年 美国众议院制定一个 沃尔夫条款 沃尔夫条款是什么 就禁止美国 他们自己制定的 禁止美国跟中国来讲 NASA这些来讲 在科技上面 太空航天科技上面的一个合作 但现在很遗憾的 隔了这么多年 我们看到是美国反而过来 跟中国求 你采回来的样本 分我一点或干什么 那这次来讲的话 美国NASA很明显的 他的在这方面 由于这段时间以来 美国自己通货 不管是通货膨胀 或者是说经费来讲不足 所以造成它太空发展 确实是已经很明显的落后 而且受限 那这次来讲 如果说是这两个事故 我们现在还不敢断定 是真或者是为 但是我想说无风不起浪 今天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 一定是中间有一些什么变故 然后美国NASA来讲的话 大概这事关国家 一个科技一个面子 尤其当中国长额六号 已经在月球背面 取样成功回来的话 就算他出事 他也不敢讲 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是 绝对是无风不起浪的 那绝对不可能说无缘无故 我个人的经验 这个东西是非常严重 因为我们都看过一部电影 这太空紧急救援 对不对 如果说人在太空之中 总是 你是人是生物 总是会有生病 或受伤的时候 这是难免的 那这时候你应该有什么样的 一个紧急处置 对 像以前我在部队在外岛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离岛上面 不管是官兵有多少 都一定会配一个标准的义官 在那个岛上一变 紧急的时候 万一士兵有受到紧急伤害 或者是临时有什么疾病的话 可以救出 那我想说这次来讲的话 两个可能 第一个就是说 这真的是有太空人 临时有什么意外的伤害 因为他讲得很明显 就是说要减压 那是不是舱上面来讲 施压或怎么样 就像是潜水舱里面 我们知道有一种病 叫潜水伏病 这个潜水艇如果说 上浮得太快 或者因为上浮太快的话 那压力来讲一下平衡不了 就会有这病 那是不是太空舱有所泄压 造成这个人生病 然后他们就赶快呼叫这个人 赶快用紧急方式送下来 但是我觉得很可能一件事情 就是这次的太空舱 可能确实 美国太空站 可能是出了一些问题了 但美国来讲 由于颜面的关系 现在他们怕也不愿意公布 那我们在讲 只能祝福在这边 祝福美国这太空的 毕竟这个科学家 都是很珍贵的 那祝福他们在太空之中 能够很平平安安 然后未来能够顺顺利益的 回到地球跟家人团聚相聚 马斯克要派SpaceX救两位太空人 真的是这样吗 那我就先也问一下 我们线上的网友 你觉得如果美国 他求助于中国的话 要救还是不要救 该不该帮这个忙呢 认为该帮的加一 认为不要帮的 他们一定还有其他的办法的 加二我们来看看 好我先来请教一下 大宗老师你的看法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波音跟洛马 这个Syliner 星际科技不管怎么翻译 其实他的命运是比较辛苦一些些 他的推动已经很早很久了 而且他花的钱比他的竞争对手 SpaceX来的很多 他是42美金的合约 而且那时候合约说至少要载运 六次这个任务 可是我们看到他第一次是 2019年12月无人失败 第二次是2022年5月 那这一次是载有人 他从一开始就说这个推进气有泄漏的问题 气体有泄漏的问题 那好不容易把人送进国际太空站 也完成部分的任务 因为他里面载了350公斤的货物 包括补给品 其中100多公斤可能跟事物相关 有的还是太空国际太空站里面 太空人所指名要的东西 这部分是成功 但是回来可能目前来说 我同意丽将近所讲 希望很顺利成功 因为目前的讲法是说一言再言 已经到目前说7月2号以后等等等等 但为什么这事情这么的吊诡 就是说因为SpaceX是它的竞争者 那它是四年前就已经成功了 在2020年5月就已经把人送进国际太空站 而且到目前为止 它因为NASA成功运送过九次 包括商业任务四次 而且它的合约的这个金额是 远远少于波音它只有26亿美金 那NASA本来的想法是说 两方面两个系统都可以做类似的任务 那所以这次马斯克出来说SpaceX可以救 当然也希望能够救成功 但不管如何这是一个商业上 还是有很微妙的竞争关系 对但坦白讲像我们刚才讲 这个NASA的局长 它其实呢立场上就是 它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什么 更多的这个研究成果嘛 那但是呢能够尽量是要用比较 少花钱的方式来 是不是就可以办得到 偏偏呢这个嘴巴真的也蛮硬的 就一直在讲说 中国怎么样超越啦 月球以后会变成中国的啦 然后还要讲说 那你要不要求助于俄罗斯 但是也想一想俄罗斯现在可能也会在太空造成核威胁 所以怎么样在他的眼里 中国俄罗斯都是威胁 所以要找他们吗 好像也拉不下这个脸 所以现在是不是真的要靠 这个伊朗马斯克呢 那马斯克刚才我还看到有朋友 William Fink说3000亿美元的话可以救一救 就3000亿美元是吧 好这个也是一个蛮惊人的数字 好但是当我们看到 你知道这一串 好刚才我们在讨论的就是 现在中美在这个太空中较亮 现在你说到底是谁占上风 那我们来看现在这个美国的高官 对于中国要持续的发展航天科技 或者甚至是更多的科技 量子科技半导体科技啊 觉得实在是很头痛 为什么中国人就这么聪明呢 所以现在是不是真的要想办法来打压 根据路透的报导 Kirk Campbell他是美国的副国务卿 他说美国需要中国学生学人文 而印度学生学科学 那这个里面呢我们就要问了到底这是什么道理呢 为什么到美国去这个中国人就不能够学科学了呢 到底是在怕什么呢 其实我就想如果中国人到美国去学科学 美国人学科学那跟中国一起交流不好吗 让我们来看全球前20%的AI人才当中 大家知道吗中国就占了47% 但是韩国你觉得他的科技也不差吧 挺厉害的吧 但是根据这份资料他只占2% 那这个保尔森研究所的资料就发现 中国在AI研究的顶尖人才数目几乎赶超美国了 美国在排名前2%的AI研究人员当中占28% 中国是占26% 那么陆媒的快科技也指出2018年起 中国在本科课程增加2000多门AI相关的课程 这个教育扩张可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呢 所以要发展AI科技增加AI方面的知识专业 中国早就动起来了 那我请教一下赖老师 现在Kirk Campbell讲这个话有什么意思呢 Kirk Campbell他害怕中国人学科技 我觉得有几个基本的一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大学生的体量大 中国大概有900多万到1000万的 每一年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包括硕博士 美国没有几百万 所以G7整个加起来不到中国的一半 也就是说中国的大学生的体量 第一个很大 第二个呢就是中国大陆最顶尖最聪明的 1%的学生有60%到70%是学理工的 而欧美的国家刚好相反 他们是学法商 因为比较轻松比较容易赚钱 那学科技的话是辛苦 虽然赚钱也多但是很辛苦 而中国是最顶尖的学生 那么更多数量是学理工 所以中国每一年的毕业的理工科的学生 是G7的总和还多他们一倍左右 所以这两个因素加起来是中国的 理工科的学生的总量是很大的 尤其最顶尖的人里面 他的总量也很大 那当这些学生他在国内读完本科 或是读完硕士到美国去读博士 或者是读完博士到美国去进行 Post Data的时候 那他们很快的就会吸收 掌握到美国的高科技的东西 美国就越来越害怕 越来越担心 因为他们发觉就是理工科学 这种东西 其实只要人才够多 钱够多 其他的就是时间 因为我们都是在错误中学习成长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美国留学 或者是到欧洲或是什么 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要缩短时间 缩短错误 减少错误 然后缩短时间 让我们更快的学会 而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 中国的这些顶尖的学生 绝大部分读完以后就回国了 有一部分是留在美国 但是其他的很大的部分 都回到中国去 而印度是绝大部分就留在美国了 他们很少回到印度去 那这是很大的一个不同 所以中国的工科的学生 理工的学生 在中国的本土发展的时候 除了自己本身的大学够强 够硬 够好以外 然后这些学生回到中国来 就是这些学者回到中国来 甚至有很多成熟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理工的学生 他们到成熟的时候 一般都是在四十岁左右 这些学生 这些教授学者又回到中国的时候 他们带来的能量是巨大的 所以我觉得Cold Campbell的 他的这种想要把中国封 是封不住的 因为中国最后会自己的体系 发展起来 对 那美国是封不住的 那反而是美国把自己给困住了 美国把自己困住了 对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国未来 可能会是硬伤 另外坦白我还是说一句话 美国的人文科学没有太多 当然我这样得罪很多人 得罪很多留美的学人文的 美国的人文的科学 坦白说水平还可以而已 当然我不是讲大宗老师 我讲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的人文科学 在我们欧洲人来讲的话 不是我们欧洲人 你在欧洲学 所以你觉得欧洲的水平比美国的高 我觉得两国 两个地区的人文素养天差地别 因为那是欧洲人的看法 就是说欧洲 尤其是法国人 看美国人 在人文学术的成就上面 法国人还是眼光比较高一些 德国人也这样认为好不好 德国人也是这样看就是了 这个是欧洲观点 不过我要回来 要请这个说实在的 这个大宗老师 现在你看 iPhone要卖手机 卖到中国去了 那预计iPhone16要在9月10号发布 9月20号要正式的开卖 不过现在就说 它要用到什么 要用到国产百度大模型 这个所以说来说去 它是什么 还是要跟中国大陆合作 还是要用中国的脑 所以美国的手机 iPhone又如何 它仍然还是必须要跟中国来合作 不是吗老师 对 还是要合作 那我稍微讲一下 我觉得目前 因为刚才有提到说 这个美国目前对于科技领域 越来越紧 那中间也提到一个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 其实中国行动计划后面反映出的 就是这样的氛围 就是一种比较紧张 比较一句 我的领导优势 快被追赶上来 我的领先就这么差一点点 我很怕被弯到超车 但是如果回顾20年前30年前 类似这样的一个气氛很难形成 那后面所反映的氛围就是 双方的实力非常的接近 甚至在部分领域里面 中国大陆已经超车 超前才会这样 所以这个中国行动计划 是哪时候开始 刚才有提到 是川普任内2018 那司法部做了很多的东西 基本上是包括经济间谍 包括把一些很好的科技 他认为说有可能被中国大陆所盗取 但这计划应该是在2022年就被终止了 就是在拜登任内 当时司法部给的理由是说 他不是说这方面都不应该 但是的确很多人可能是受到一些冤枉 一些比如说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异的美籍的学者 在各个领域很前面很好 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些怀疑 让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甚至是歧视性的待遇 所以我觉得要做整个拿捏 对美国来讲什么对它最好 因为美国之所以强大 基本上在过去到现在 应该是兼容兵序吧 但坦白讲啦 其实像现在这种什么 被关到小黑屋去盘查这种事情 很过分的 也是说什么被扣了六年都没有回国啦 像类似这种报导一出来 大家就在想说 已经是风声鹤唳 那我们去美国去读书 这是变得很危险啊 还回不来呢 那谁敢去 根本连去都不想去了 所以后来我其实看到呢 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到美国去的变少了 反正到英国就去的增加了 所以其实现在这个状况呢 到底是美国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得力者吗 这恐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吧 好 不过呢 来 我们请导播给我们看一下下一张 也欢迎大家在线上来留言 我要请教一下这个立将军 接下来我要谈一下就是说菲律宾啦 你看菲律宾现在最近 因为在南海闹过一次了嘛 那指头都断了 那大家就在想说 不敢再蠢动了吧 会不会 那你们看喔 菲律宾现在有主要的专家是有表示说 现在呢 其实菲律宾高达93%的 希望政府能够保护他们 这个捍卫主权啊 夺回对中国占领地区的控制权啊 那么呢 但是菲律宾人却也在怀疑 到底美国这个盟友可不可靠 已经开始出现以美论了 那这个会不会形成这个 如果美国再不做点什么的话 表示一点行动的话 恐怕这个疑虑会不会加深呢 将军 我特别讲 不管中非后面可能 如果说有机会谈判的话 你认为是菲律宾要谈 还是美国要谈 对菲律宾自己没办法做主啦 讲明了 包括现在我们看俄乌战争 尤其是今天早上 我看到一则新闻 这个俄乌克兰 他又换了一个将领 他第一线指令官又被换掉了 他是被谁换掉的 被他国防部副部长 一个女的叫玛丽莲娜 玛丽娜那个女士换掉 他是1988年出生的 那你去看他背景就知道 他之前都是不管是 这个乌克兰派驻在北约 或者是美国 德国 英国 大概欧洲所有国家 他都进去过 是联络小组的成员 那可见得由他 那时候现在消息开始传出来 等于是说 那时候不管是摄尔斯基 或者是扎鲁日内 都是他的意见 要把这些人换掉 他等于就是美国派驻在 或者是北约派驻在乌克兰的 一个都军的一种角色 所以说乌克兰现在来讲 这场仗打成这个样子 哈尔科夫史上已经这么惨重了 那为什么没办法停下来 就是因为这个女儿在 那这女儿昨天就讲说 这个摄尔斯基在哈尔科夫 打得不好要把她换掉 那果然前天的新闻 今天早上就兑现了 就真的就把第一线指挥官换掉了 那从这件事情 我想说菲律宾跟我们台湾 我们自己都要学习到 到底今天这个菲律宾跟南海这边 跟这个中国发生这么严重的冲突 势力这么小 兵力这么薄弱 居然敢跟中国对抗 那究竟是谁给小马克氏的胆子 小马克氏到底是 为什么有这种底气 敢跟中国来叫板 我觉得他也是不得已的 他是被美国绑上战车 那是谁在这个小马克氏 背后拿着枪压着小马克氏 去跟中国挑弄中国 那同样的道理 放在我们台湾来看也是如此 对我们台湾如果说是 跟大陆这边最近的这些冲突 那我们很合理的怀疑 是不是台湾也有这个乌克兰化的 这种状况 有什么负责在台湾监军的人员 然后指挥我们台湾的国防部 或者是谁要做什么事情 我记得这个在5月23号 这个联合利剑演习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这个美国的AI机 就进入行政院来做指挥了嘛 是是是 好但现在菲律宾呢 你说他想不想谈 想跟中方对话吗 想吧 那赖老师 现在菲律宾的外长他讲 中非上周有工作组会议 可能是7月份会开南海问题 双边磋商机制来做准备 这个意思是7月份 我们跟中国会开会咯 然后呢 说都不会以牺牲提升菲律宾主权 以及在南海权力拐辖权为代价 这会到底开不开得成啊 还是说是菲律宾的一厢情愿呢 我看中方好像到目前为止 没有特别针对这件事情 有什么说法啊 中方是可以开会的 因为今年元月就开过会 今年元月双方的副部长 外交部的副部长也开过会 那通常工作组的会议 都在做预先的准备 觉得就会有副部长旗的会议 是 开会归开会 开会归开会 然后之后该怎么做 继续怎么做 所以当你菲律宾继续要闹 中国大陆当然就是强力执法 我个人倒是认为说 菲律宾的筹码跟空间 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少了 因为以大陆目前的一个布局 来看的话 我的判断 大陆目前的布局就是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也就是说你今天到仁爱礁 马德雷扎号那艘破船 那我就到中叶岛 那么不排除 如果你太超过的话 那谁晓得我突然间 我就上中叶岛 就控制了中叶岛 那就把中叶岛 就名副其实的收付了 反正台湾不收付 那就大陆帮台湾 把中叶岛收回 因为原本中叶岛 就是我们的 那是菲律宾非法占领 那非法占领那么多年了 你钱都没 那个租金也没缴 这个那是我们的 对不对 你就要非法占领 我还没叫你赔偿 那必要的时候 就马上给你制服 控制住 这也很难说 为什么 因为中叶岛这个岛 是义工难手 所以中国只要 两栖登陆舰一上去 坦白讲要制服这个岛 并不很困难 还可以用这个 两栖登陆舰的直升机空降 也可以海上登陆 等等的这个方面 那你美国 你说你有美非的 共同防御条例 那问题就在 这个岛不是菲律宾的 你这个防御条例 怎么能生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们跟美国签的 这个东西 关中国什么事 你美国敢介入 那就是中国 跟美国的较量 所以我倒认为 菲律宾的空间 事实上不大了 美国也没空间 不然这次 怎么断了手指头的时候 菲律宾自己出来说 我们不会启动 这个美非共同防御条例 美非共同防御条例 其实就是美国人跟他讲说 你跟大家宣布 不会启动的 因为你跟大家宣布 会启动 我美国人的颜面难看 我没有要启动 你怎么可以启动 可是在这个事件之前 菲律宾信誓旦旦的说 只要有一个平民反省受伤 美非的共同防御条例 立刻启动 结果现在手指头都断了 那为什么说 不会启动 那就是美国叫他讲的 美国叫他讲的 因为美国人不能出来说 哎呀我们不会启动 所以定义权是 你美国来定义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 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 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快点购618 狂欢年终庆 超啥优惠等你来拿 全场购物最高 想10%回馈 还可用100元 加购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赶快加入抢购行列 并输入推荐码 想更多折扣哦